走 spotlight 俊倪 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空再闪烁 有一束光微弱相躲 在云朵 看着你看着我 感受整片晴空 都有浪漫的节奏 把所有烦恼晴空 让心漂流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你在我身旁 乌云会探望 我个肆意的晴朗 在下一分钟 感觉在汹涌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发现梦醒踪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在下一分钟 身体会失踪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吹进梦裂缝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幸福好像在绽放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你在我身旁 乌云会逃亡 我个肆意的晴朗 Oh yeah 站住 何晓晴你知道吗 我就是看不怪你这种 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战狼为什么退出网球社 不参加比赛 你跟他的那场比赛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吗 你这是捏着他的伤口 把他哼哼踩到了地上 别人受的伤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何晓晴 毕战狼怎样和我无关 你 真是气死我了 凭什么何晓晴 就能轻松得到一切 他知不知道 他跟战狼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懂社交利益吗 他知道如何成为 毕战狼的嫌内助吗 我从很小 很小开始 就在为嫁给战狼做准备了 乔家跟毕家 那是门当户对的 可是为什么 战狼从来都不看我一眼 为什么他的眼里 只要何晓晴 一定是我哪里不够好 是我不够优秀对吗 不是的 你记得我去找秀秀帮忙吗 你记得开学的时候 何晓晴和毕战狼 拉拉扯扯吗 你记得后来在网球场 毕战狼主动提出 帮何晓晴进行训练吗 你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精力 所以有没有发现什么 你和何晓晴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是一个 没有教养的野蛮人 而你是乔玲玲 你温和 你不争 但是你越是这样 毕战狼就越来越多地 会把目光放在何晓晴身上 可是 我们对何晓晴不够过分吗 毕竟他只是 不只是对他过分 关键是你要拿出 作为乔玲玲的正宫气场呀 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最配得上毕战狼的人 玲玲 你要把何晓晴 从毕战狼那儿夺走的目光 全部一点一点地夺回来 彩音 你真的是我最好 最好的朋友了 当然了 我当然希望 在毕战狼身边的 是光彩招人的乔玲玲 但是 你如果继续这样不争不强 你想想 何晓晴和毕战狼谈恋爱 然后结婚 何晓晴一跃成为高高在上的毕太太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的 毕战狼未来的太太 只会是我 可战狼对你不够好吗 你凭什么这么糟蹋他的真心啊 别怕 我给你当教练 周六网球场见 何晴 好 好像毕战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 我是不是对他太过分了 你又知不知道 战狼为什么退出网球社不参加比赛 你跟他那场比赛对他来说 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 你这是捏着他的伤口 把他狠狠踩到了地上 他究竟是为什么再也不打网球了呢 我不在乎毕战狼 也不是关心他 只是出于一个女孩子 对八卦的好奇 对 就是好奇 喂 学长好 我是何晴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骂我 说吧 什么事 乔林林今天跟我说 毕战狼以前网球打得很好 可是他现在不参加网球活动 也不再打网球比赛了 为什么呀 他不是特别喜欢网球吗 他是很喜欢呀 中学的时候 还拿过两次网球比赛的冠军呢 那为什么要这样 但高三那年 他打进决赛之后 毕战狼 书战狼 书战狼 你以为凭自己的实力 能拿冠军吗 如果你今天捧起了这个奖杯 那么原因只有一个 吵醒了吵醒了吵醒了 你毕战狼想要的东西 你毕家都会给你拿到 你是因为毕家的势力 你才会得两连冠 你才会赢 你胡说什么 有钱了不起是吗 对 有钱是了不起 要不是为了给爷爷做手术 我绝对不会被你们毕家收买 可我能怎么办呢 我要给爷爷做手术啊 你信口雌黄 你这么激动该不是怕了吗 说我信口雌黄 那你回家问问去 你 战狼 战狼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分开我 我要退赛 战狼 等等我 什么人呢 战狼 我知道了 战狼 这件事情是爸爸疏忽了 爸爸没想这么做 是下面人自作主张 你就直接告诉我 是不是毕家人做的 不是或者是 是 是 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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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从那以后 就再也不碰网球了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小插曲 小狼 小狼因为思杰的事情 打击很大 决定搁置大英直升名额 参加高考 因为所有人都说 高考是唯一不看家境 不看背景 只看个人实力的独木桥 结果 他去考场那天路上 遇到点事情 就错过了高考 但好像还遇到了别的事情 那天他回了家之后 一言不发进了卧室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 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之后 就平静地接受了 大英录取通知书 小狼从小就是这样 做事情总是傻傻的 愣愣的 又固执 谁都劝不住 我看他长这么大 你应该 是他不停破戒 又唯一的例外 我知道了 谢谢学长 我先挂了 学长再见 谢谢 何晓晴给毕战狼甩脸色第二弹 你看 何晓晴怎么不去死 希望何晓晴在网球场上 被乔林林暴打 这什么呀 姐 我 我 何晓晴你在哪儿 我确认一下你没事啊 何晓晴你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 我很会讲笑话的 渔夫抓到一条会说话的鱼 然后渔夫说我想把你烤了 渔说不可以 然后渔夫说我烤你几个问题 渔说烤吧 然后渔就被烤了 什么技能可以让女生眼前一亮 电焊 老师让小明用北字造句 小明说胡萝卑 好 我对你那么坏 你为什么要安慰我 我冥冥之前报复你那么狠 对你那么凶 你还给我讲笑话 什么渔夫烤鱼 胡萝卑 一点都不好笑 你 所以真的是我错了吗 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复他呀 那我什么时候要回复呢 我回复他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回复他呢 是出于愧疚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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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关心 弥补 我说你别喝了 我说你别再喝了 刚才叶子给我发消息了 说小青到家了 现在满论台又是你第二次 被放鸽子的消息 我说你到底什么心态 说是对人愧疚 想弥补人家 可你做那些事是对人愧疚吗 再说了 说了不理何孝晴 不看不理在理是狗 结果看到人家溺水了 还不是第一个跳下去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那那么多人看着呢 救你不管不顾的 我去个洗手间 我去拿你 洗手间 以电一身 以电是 或者 Cut 真狼 没事吧 你刚刚有没有看见 一个男的炸小辫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说要不今晚你去我那儿住吧 我家进 你都喝成这样了 不去 明天我要帮何晓晴训练 大哥 在一在二不在三 人何晓晴都已经拒绝你这么多次了 你去了 人还不一定理你 不管怎么样 我要说到做到 你答应过那么多事情 你哪一件办的了 别喝了 怎样 我说什么 我说 和这边 我说说说 我说我说我说你 我说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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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你不许 Crit 你什么 Rapid 我要卖一支新的网球派 贵 你这个 虽然是淘的二手的 但我觉得还能用啊 实在不行你把我那支拿去 舍舍 您听说过思杰吗 你说的是 毕战朗高三那年网球比赛的决赛对手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对了 一般喜欢打球的人 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经常光顾同样的店 毕战朗从小就练网球 肯定经常去那样的店 您让毕战朗带你去那间老店 说不定能知道些什么 谢谢师长 还没事 怎么才能让他带我去那家网球专卖店呢 姐 姐 你在想什么呢 叶子 你去把抽屉里的剪子和毛剑拿来 去 快点快点 那 姐你要这个干嘛 你等着啊 姐姐给你变个魔术 姐姐 你这是干嘛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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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嗯 嗯 啊 哎哟 凌凌 凌凌 你就放轻松打 何晓晴和你对打 是绝对没有赢的可能的 你可是得过冠军的人 我相信你 我说你毕章狼 为什么宿醉之后 还是这么积极 原来是要看琳琳打球啊 我要知道她来 我就不来了 要我说小小姐也挺好的 喜欢你又不作妖 呱呱乔巧巧的 你参见网就设 人家也参见网就设 你打得挺好的 人家也打得挺好的 你要是喜欢她 你就跟她在一起啊 我才不吃 表白去啊 去啊 你 你去 你去啊 凌凌 那天替我解围 我有说谢谢你吧 嗯 那我今天再说一次 谢谢 嗯 好好训练 那是碧眼 我的天 何晓晴你手里 你拿的什么 网球拍啊 我是说你球拍上那个毛线 掐两个坠子 不就成了波浪鼓吗 你说这个 之前网隔线断了 我就找了一件毛线 接了一下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何晓晴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到底有没有记住 怎么进到网球社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网球线断了 拿毛线随便拴一拴的 你难道不知道 球拍的每个细节 都能影响到球的落点 和回弹轨迹吗 哎哎哎哎 小晴啊 嗯 想打好网球球拍挺重要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 要不这样吧 东方 你带小晴 去换一块新的球拍 就算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战朗 既然你都来了 那我们就先一起练习着 等他们回来 走吧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带你去买球拍 我这个球拍挺好的 还能接球呢 我先给你看啊 我不带你去 难道让东方玉带你去吗 真的可以啊 战朗 走啦 灵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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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练吧 我网球打得 我记得挺好的 买茶甜还是我甜 你啊 你啊 看你要吃什么 你记得住我喜欢吃哪些 不爱吃哪些吗 不吃香菜 不吃葱 不吃蒜 不吃花椒 牛排喜欢七分熟 喜欢紫色蔬菜 偶尔想减肥 偶尔想来想来减不动 记性不错嘛 刚刚买球拍的时候 你跟老板说什么啦 我看他还给你写了张纸条 不告诉你 没关系 等我哪天想起来了 自己去问老板 虽然一年没怎么去店里了 但是他跟我的关系 肯定比跟你的关系熟 你之后还得帮我训练呢 你哪有时间 是吧 毕教练 好端端的干嘛叫人教练 你不爱听啊 那以后不叫了 确实不错 你先等我一下 童馨 你怎么在这儿啊 林洋医好 刚刚逛累了就休息一下 您呢 我约了一个朋友 句一句 对了 听说你要去国外交换 什么时候出发呀 手续流程比较麻烦 还要等一段时间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可能半年 可能一两年 也可能继续深造 挺好的 努力加油 不过呀 我们家西文 可能就要不习惯了 毕竟你们俩一直很亲近 我好几次向他提起你啊 他都说 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 是他关系很好 很默契的朋友 那个 我先过去了 你慢慢喝啊 毕竟 你们俩一直很亲近 是他关系很好 很默契的朋友 西文哥 女朋友吗 默契的朋友 所以只是普通朋友 所以只是普通朋友 我 休息一下吧 好像很有进步嘛 我一向认为呢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就要做好 就算是和乔林林对战 也一样 这样挺好的 你本来基础就挺好的 就是战术和技巧上 略有缺陷而已 可能因为我拥有的东西不多吧 所以努力完成 是我对事情最基本的尊重 可是你不一样 你拥有很多 退路也很多 所以你可以没有那么在意 就像当初你和思杰的 那场比赛一样 你没有完成 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东方玉说的 还是我哥说的 你就没有想过 再和思杰打一场 就一场 所以你就任由大家 这么质疑你 所以你就因为 思杰的一句话 以后就再也不参加网球社 不碰网球也不打比赛 尽管网球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你也说放就放了 我认为放弃 是对网球和对比赛 最大的尊重 可是你不觉得完成比赛 还才是对网球最大的尊重吗 你越是逃避 说明这件事情 对你的影响就越大 说明网球在你心中的意义 就越小 但反之你坦然面对 坦荡的战胜对手 才说明这个事情 就像树叶上微不足道的 一个宠物斑 不影响树脉络的整体美丽 可以不要继续这个话题了吗 当然 我就随口一提嘛 你少有的善解人意 比大多时候的咄咄逼人 可爱多了 我可以不说谢谢吧 当然 多少钱 一共一百六十八 您看起来脸色有点不太好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不用 好 稍等 找您的钱 没想到 今天的收获还蛮大的嘛 你网球打得还真挺好的 今天训练得不错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教练送我的球拍 不知道我的书包 有没有荣幸赞助教练的手伤啊 上车吧 嗯 嗯 我 坐这儿吗 不然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这么习惯让女生做副驾 这小徒弟 有点吃醋的意思嘛 不过 做我这副驾的女生 还真的挺多的 叶子爸爸开醋茶我每天都喝 不过 真的吗 有哪些 是呀 你算一个 然后 母外 然后 我妈 然后 然后 这只说 就停在这儿吧 这儿离你家不还早是吗 就是这儿 我还有事情要做 什么事 需要帮忙吗 不用 这是一个秘密 我要自己完成 走了 拜拜 毕师傅 拜拜 和小琴 毕西文 东欣姐 普通朋友 东欣姐 这是怎么了 我 朋友 东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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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同学 你好 请问你是思杰同学吗 对 我是 找我也是吗 是这样 我来是想邀请你参加一场网球友谊赛 网球比赛 和谁 对手是大英学院的B站狼 抱歉 不行 我可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不行 不 那 这我还不信呢 要走最坚强的泡沫 叶子 又碰到你了 你走什么呀 为了感谢你 寿哥请你喝奶茶 我不 我想回家 你着什么急 我真就想请你喝奶茶 我不要 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 我不是 我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真的是 又不是给你下毒药 走了 晓芹回来了 叶子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叶子 她不是去学校 拿游泳成绩了吗 今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 还跟我说她都过了呀 还没有回家啊 还没有回家啊 没有啊 电话也打不通 舅妈你别急 我打一个试试 您播降的用户已关机 没事儿 舅妈 您别担心 估计是在学校碰到了同学 路上耽误了一会儿 手机也没电了 我去找找啊 晓芹 晓芹 我开车送你去 我也去 哦 好 回来了 叶子 你去哪儿了 都急死妈妈了 我 我 我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同学 一起喝了奶茶 之后 手机没电了 所以没跟你们联系 叶子 以后回来晚了 就问路人借个手机 爸爸去接你 叶子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没事儿吧 我没事 真的 嗯 东欣 东欣 东欣姐 你醒了 你走在路上昏倒了 刚好被晓朗碰到 就送你到医院了 医生说你身体比较弱 又没怎么吃东西 突发性的昏厥 醒来就没事了 晓朗 谢谢你 没事 晓朗 你先出去吧 好 这是我刚刚让阿姨在家里面 安好送过来的 不用 好歹吃一口吧 我回家吃 今晚我是从饭局上走的 以后我会尽量减少 顾工作不顾你的次数 东西 我们能回到从前吗 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东西 东西 东西你别闹了好吗 你觉得我在闹 我们吵架的根源在于 我顾工作不顾你 今天你晕倒了 小狼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就过来了 我也说了我以后 尽量都这样 所以 所以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矛盾吗 不是以后的问题 也不是现在的问题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们把旧账彻底翻清楚 我和你生气的那十七次里 有多少次是你出差 几次是你开会 还有多少次是和生意伙伴的女儿出入酒会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那都是逢场做戏 除了跳舞 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可我在意的是跳舞吗 是开会吗 是出差吗 从始至终我在乎的不过是你的态度 你表面上对我温柔体贴 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换句话来说 是不是毕加让你去照顾其他女孩子 你照样可以给对方 跟我完全一样的温柔体贴 我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从我父母 你二叔二神让你照顾我 到我表白 我们在一起 再到后来吵架 你解释 我心软 和好吵架和好再吵架再和好 感觉上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怪圈 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 我不想承认 但也不得不承认 你可以在乎很多人 很多事 而我在你心里没有那么重要 东西我 我是无关紧要的那一个 对吗 不是东西 你听我说 谢谢你四年的陪伴 如果真要我明说 好 笔锡文 我们好聚好赛 我们分手了 东西 东西 对了 下午我碰到了你二婶 她说我走了你会难过 毕竟是关系好了三四年的普通朋友 不是 东西 东西 你听我解释东西 东西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普通朋友看待过 我也是人 我也有我自己的世界和自尊 如果爱情是一百步需要我走九十九步 那我走我认了 可是我走了九十九步 你连最后那一步都不愿意走 笔锡文对不起 这九十九步我全都不要了 东西 东西 别拉 再见 来 东西 东西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自己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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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my hand kiss me again You're everything I love So babe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不可思議的晴朗 Oh yeah 回忆重现在你我面前 思念着 伤感着 爱的画面像昨天 指尖流走约定 浮现在我眼前 梦缠绕把心寄给 我们还在 迟迟的等待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开始没有我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还你深情拥抱 还能怎样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 我还在期待你的回望 假装着 掩饰着 反而泪流的更快 陷入 一阵远 陷入 一阵迷惘 陷入 一阵迷惘 乃着遗憾流浪 为了爱遍体鳞下 那是属于 我们的流年 我欠你一个约定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开始没有我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还你深情拥抱 我还你深情拥抱 还能担拥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你换我的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